美国标准普尔500大企业这个礼拜将会有146家的企业公布第二季财报 市场预估标普500企业第二季整体获利将会比去年同期成长4.5个百分点 23号的清晨 苹果、微软还有德州仪器财报会公布 也牵动国内相关的供应链后续业绩展望 成为本周市场关注的焦点